哈嘍各位好歡迎蘭迪的遊戲頻道 沒錯啊久違的二代我又回來了 那也只是想要突然做一集而已啊 因為嗯前陣子做那個 dlc 介紹之後呢 我就回來緬懷一下上天梯打了個機場啊 電一下這個條盾 我就上網找了一些這個條盾的比賽看一下 順便做成這個 也說影片也各位看一下吧 條盾我個人也算是蠻喜歡的 對農田有加成的我都喜歡 你可以看到農田減40%這個我就覺得不錯 這場比賽是條盾對上印度斯坦的一場對局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條盾的文明特性 我都會把這個文明特性都從頭到尾講一次 從以前三年前到現在的習慣還是四年都會忘 我們就一樣來看一下吧 條盾人的話呢第一個看到的是生女的治療距離 可以雙倍 可有可無啦 那建設建塔能駐紮雙倍單位 在某些地圖打塔弓的時候這個還不錯 可以有奇效 帶這個兩倍的村民亮過去駐紮建塔 其實還蠻噁心的 那再來的話 我覺得禁射孔免費跟草藥治療免費這個還不錯 那最主要是禁射孔啊城堡時代 如果你有城堡劍塔 敵人的部隊近戰到你底下你還是可以射他 因為通常這個禁射孔啊 那不太有人會去研發 畢竟他還要他還是要一筆資源能用到的情況 雖然其實應該是挺多 但其實好像也還好 被大部分玩家是不太研發這個東西了 帶來看到經濟加成的部分 我覺得農田費用減百分之四十 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吸引力 看一下他的農田要多少錢 農田只要三十六的農田 非常便宜哦原價是六十吧 他減了百分之四十真的是蠻屌的 但是六個木頭就可以造農田 所以條盾耕田其實 前期效益也是蠻不錯的 可能中心駐軍單位可以加十個 那最 那應該說另一個特性的話 軍營跟馬舊的單位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可以加護甲一點 軍營跟馬舊 帝王實在在加一總共可以加到二 所以條盾的 軍營跟馬舊的單位進防都特別的高哦 特殊單位是條盾騎士 以前叫條盾武士哦 然後前陣子應該很久了啦 都已經叫條盾騎士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一下條盾也有條盾的騎士 對那會有被這個特性影響 所以進防會特別的高哦 銀罐金罐的話看一下銀罐的銀罐是鋼鐵甲 有工程武器可以有額外進成護甲 最大的意義就是減少那個被加成的傷害啊 還有泡門奪口 城堡射成加三 速殺鋪兵可以射箭 反對加成都有單位可以抵抗招小啊 啊 基本上如果你是最近還有在玩的話 你也不是很熟二代的話 也可以跟各位講一下 反正你在挑文明的時候 先把這個特性看一下 然後進來看一下這個文明 怎麼單位到帝王時代 還可以做 像條盾到帝王就沒有強弩了 也沒有重裝馬 所以他打這個弩兵只能在城堡時代玩一玩 甚至沒有拇指環 所以 條盾就不會是一個 擅長打工兵的文明 軍營的部分 當然你可以看到他有劍勇跟擊兵 該有的他也都有 畢竟是步兵文明 但軍就是 步兵線 在二代就 依然是非常殘弱啦 我覺得就算我這麼久沒回來看了 這個步兵線 現在應該還是沒什麼長進才對 馬舊的部分 有品種哦 不過少了耕種技術 所以條盾的騎士會稍微的慢 百分之十的速度 其實百分之十在二代裡面 其實也是真的會變 有感的慢啦 這個耕種技術還是有差的哦 不過他可以進到遊俠 所以還是不錯的 工程器部分 該有的也都給到 兵工廠少了強力護腕 剩下來都有 大家看一下大學科技也算是完整 那修道院是全科技 經濟少的彩晶 OK 那這個就是 小盾人的文明特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 這裡 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呢 就以前印度啦 啊後來出了一個印度DLC 之後就把它拆出來嘛 分明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費用可以減5% 然後一路到帝王時代 可以依序漸進的慢慢 減少這村民的成本 所以印度斯坦在多TC的情況下 那村民其實會很便宜 就很像 這個四代 四代的阿拔斯的感覺 就是這種 這種特性 感覺村民特別的便宜 大家 再來就是 印度斯坦 駱駱駝騎啊 攻擊速度可以加20% 然後火藥單位呢 近程護甲加1 遠程護甲加1 所以印度斯坦也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火藥文明 因為他的火藥單位 其實兩房都比較高 特殊單位 古拉姆 還有帝王駱駝騎 然後金冠銀罐 金冠可以加射程2騎 只是不錯的啦 好啦 那各位剩下人可以看一下 團隊加成的話 駱駝 輕騎單位都可以對建築 加2攻擊力 非常不錯 來看一下他的文明特性好了 應該說科技術啦 那因為他是駱駝文明嘛 所以他只能造駱駝 騎士線這邊已經不能造了 他只能出駱駝去打 也是說印度斯坦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科技線的部分 射線場是沒有強弩 不過打弩兵的機率一定有 因為他有拇指環 在第二時代 第三時代的時候是有 可能去打弩兵的 印度斯坦是可以打這條線的 馬宮的話也有到重裝馬 但可惜的是沒有安息人啊 呃就稍微的 缺陷了一點哦 那馬舊的部分品種耕種都有 所以他打騎兵線也是可以的 只是插在他的駱駝旗 不是只能造駱駝旗 雖然團隊加成這邊補了建築物 加2點攻擊給他 但打一般單位來講就比較慘弱一點 那駱駝文明 衝撞車就是被裝甲戰象給取代掉 好啦我們就 接到這個 CA觀戰模式 那用這個模式看一下吧 好啦我們就來看這樣比賽吧 前期我們就用兩倍數稍微的 帶一下 哇 那這個開局呢 萬年開局了 就回來再看了一下 這個開局還是沒什麼變化 前期六村 六村吃這個羊 啊出來就是吃這個法木場 這邊大概就補到三村或四村啊 然後再來的村民就會跑去 射野豬 對那路一定要推 好現在這個版本真的 很多戰術都仰賴你要去推路 所以前期你看哦 像印度斯坦這邊 赤猴也是 赤猴也是要開始推路嘛 這個兩隻三隻 現在都蠻必要的 你沒有推這個的話 現在很多build order 你是做不出來的 那推路這個東西 我相信應該 有很多 可能最近 或者是 你一直都練不太起來 就回來玩的時候 發生手忙腳亂 連前面現在時代吃豬都被殺死 然後推個路 也推不好 路一直跑回去 你看看 這個路 你稍微一個沒推好就 很麻煩 啊通常你也不用追求 一定要推到這個城底下啦 有時候差不多近就可以把他射死了 你就不用 每個都去追求說 我一定要把他推到tc底下才吃哦 你看這邊 印度斯坦這邊也是選擇 就推了三條路嘛 那條頓這邊 應該也差不多 可是他沒有 他這邊才推第一條路而已 他旁邊這邊三 三個路群在這裡 他應該只推了第一隻而已 中間稍微 卡了一下這個食物進帳 還沒推到這邊就把他射死了 那你如果比較遠的情況下 你直接拉三到四村 基本上三村啊 去踩這個路就可以了 雖然他會有那個食物腐蝕的 的設計 然後你踩太慢的話 那食物是會爛掉的 反正如果距離不是太遠的話 大概三村啊 遠一點四村 差不多就可以把這個路肉吃了一個差不多 反正就前期盡量能爭取食物就爭取食物 好啦 兩邊也都是在點封建時代了 我看有幾村喔 印度斯坦是十九村嘛 那條頓這裡到 點了二十一村才上封建時代 那明顯他前期的那個 也可能他 也可能是他要那個 怎麼講 更好的經濟開局啦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有可能是他剛剛前期的調配不是太好 或者是路推的有點太慢之類的 看他的那個 村民造二十一村上來 現在已經比較少見了 通常都是 十九十八村 通常十九村吧 就上封建時代喔 看那個調整這裡 在這個時間點 對手印度斯坦的 裝部都已經壓到臉上了 尷尬 哇 盔克沃打起來 直接在草叢 從果樹裡面開始吃 那邊有什麼問題 三個民兵只要沒扣血 升裝甲步兵效益都蠻好的啦 不過 調盾這邊也是把 防守區給拉到 私人中心底下的 這個馬就造出來 看來是想要出那個 肉馬去反制是不是 因為我看那個 調盾這邊其實是沒有開金礦 印度斯坦開了金礦 那意味著他弓箭場 應該等一下就會開始升弓兵 不過通常你出民兵 民兵潛壓之後 你接下來轉的大部分 都是射箭場 那我也得說 第二十代射箭場 是最穩的一個打法 雖然說 也不少玩家會選擇 去用肉馬騷擾 但肉馬畢竟 對手只要有所防範的時候 你的肉馬要是沒有騷擾到 對手村民 就比較難打的 看來調整這裡的防禦 他這個防禦也是 相當的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一下 二代這個建築學 我覺得現在還是蠻重要的 例如說他這裡 四人中心在這裡 他把這個牆這樣圍起來 你看對手要怎麼走進來 他一定要繞過四人中心 才可以打伐木區的村民 而且同時還框了這個金礦在這裡面 所以 調整這裡的防守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對手是不太敢直接走進來的 這邊都是被TC防守的範圍 家裡這裡 馬舅也是 Hold住兩隻 赤猴在家 那印度斯坦前期就看一下造了什麼 毛兵四隻 然後莊部也沒死 村民26對27 印度斯坦這邊 投注了非常多的軍事單位 如果要單靠 就是赤猴去反制這個組合 應該也是比較辛苦一點 當然毛兵用赤猴砍絕對是封建時代的首選 畢竟這個毛兵的攻擊力挺差的 兩點而已 赤猴 赤猴這個自帶的防禦就其實就兩點了 看一下 哦沒有哎 那個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應該是有 有啦 他遠程兩點 他那個顯示 有點久沒看了 我想說我記得赤猴是遠程護甲 這邊遠程護甲是2沒錯 呃 裝甲步兵這裡 遠程護甲1 然後這邊還是硬砍進來 想要進來騷擾條盾的 伐木場奇兵 呃伐木場的村民 會應該有點困難 這邊quickwall也是很快 哦這個 高階場一樣啊 那個反應速度都很快 瞬間就是 該拉的都會拉起來了 他要條盾這邊也沒有要守家了 就家裡就交給村民去 造房子來當牆壁 然後前面的肉馬就往前推 哦因為 印度斯坦這邊打的是一個比較主動攻擊嘛 所以 他家裡的防禦 一般來講不會做的那麼準 這個時候你是可以找一個timing點 直接把赤猴拉進來 從這邊騷擾的哦 你看這裡的村民 啊當然這是上帝視角啦 因為二代開視野其實是非常的緩慢 欸 二代地圖相對比較大 你也可以說是赤猴視野比較小 相對 四代的這種設計來講啊 二代的視野打開是很 就要費功夫的 就沒有那麼快 所以 你要繞開地圖要花一段時間 印度斯坦為了防守家裡的肉馬 家裡應該還是有少量出了一些長槍兵 這邊出了兩隻 拉到四人中心底下 你看哦 肉馬進來 對手只要出這個長槍兵 你的肉馬其實很難做的事情 印度斯坦前面的這些單位 好像沒有注意 被條盾這邊拉的兩隻赤猴 白砍了好幾下 白嫖啊 但是沒有先砍這個槍兵 有點尷尬 二代操作量還是挺大的 你在調配經濟 然後前面還要操作這種小部隊的時候 封建是相當好操作的 這裡條盾後方 拉下了新的魔方 要開下農田哦 不要忘記 條盾的農田相當的便宜 這邊把房子給滴掉 確保自己有這個移動的路徑 這一波守下來了 看起來還行 印度斯坦 小福的落後 因為剛剛那波軍隊死掉 那也是死了不少 那條盾的騷擾看一下殺了幾村 條盾其實殺了11村 這邊條盾殺了11村 印度斯坦殺了6村而已 所以其實剛剛在這一波交換 那個肉馬 不是確定是不是因為肉馬過來這邊 其實有騷擾到不少村民 這邊已經殺了 精細戰神 哦沒有沒有 這是軍事擊殺 所以沒有 剛剛那波肉馬進來只殺了1村而已 所以各殺1村 那沒有什麼問題 印度斯坦這邊村民比較少的原因 是因為他TC閒置的時間比較久 這邊閒置了將近1分鐘 1分鐘的時間 都沒有在造東西 大家村民會有所落後 不過沒關係哦 印度斯坦這邊也是點下城堡時代 那這個時候才拉 印農 這時候才拉印農 其實會省失蠻多的木頭 那建議都是上封建時代 第一時間就把印農跟銀木給拉上去 這個會省蠻多的資源哦 因為二代那個農田要是採完之後 還要再花木頭下去 下去造嗎 所以你那個農田一級早點拉的話 其實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木頭 風劍時代戰爭應該就差不多是這樣子了 前期封建就肉馬馬 小公馬 不然就民兵馬 就三種 就三種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 而且每個陣營幾乎都是這三種 也沒什麼不同 風劍時代真的就是看你的操作了 因為風劍時代非常的消耗你的手術 去操作這些單位 然後再來就是看對手怎麼打之後你就轉兵 對手打工兵 風劍時代打工兵你打肉馬 那你看到對手工兵之後 你可能接下來就會想要繼續出騎士 因為你馬就照樣去了 你會比較想要繼續投資馬就 所以風劍這邊打完之後 條盾也是點上城堡時代 理論上應該會以馬舊為主才對 看一下條盾有沒有在補第二個建築 有 馬舊 這邊補了兩個馬舊下去 品種也在拉的 然後靈甲也在拉 就是馬甲也在拉 一級馬甲跟 這個品種拉下去 等一下應該是要出騎士 條盾騎士 條盾的騎士 對現在也還是蠻能用的 只是速度比較慢一點拉 包括進防比較高 高的那一點 還是有差的 雖然長槍兵打騎士我看一下多少 15點傷害 把槍兵額外加成15點 那減免一點 可能打長槍兵還是沒有辦法有多少好處拉 但其他單位 這個騎士就不是還有對付了 所以條盾竟然還可以繞一隻肉馬進來 印度斯坦這裡 哇竟然還殺了村民欸 哇 可以可以 竟然還殺了兩村 條盾這裡 這封建肉馬進來又建功了 而且這邊還砍穿一條路出去 讓那個 印度斯坦的那個 這邊還挖穿了一條路 條盾 是好來跑走了 真好 進城堡時代了 看一下 條盾這邊是拉的第二TC 那印度斯坦也是 兩邊都是優先先開下第二個TC 那也算是需要了 治理帝國還是一樣 經濟為主 所以你經濟得好 現在就會體現出條盾沒有品種 應該說耕種技術的缺點了 他的跑速會比較低 1.35 弓箭手當然還是比他慢 但是拉打的情況下 其實他還是可以 風箏他的嘛 如果有窄口的話 這個騎士就不好對付 而且二代巡路老實說也沒特別聰明 所以那個進戰單位經常會 彼此卡來卡去的 但我得說 二代的騎士在城堡時代這種 這個時間點出來 你看那個遠房 4點 弓兵 打他3點傷害 而且還有命中率問題 這裡暫時 不是太好命中這些騎士 呃 兩點馬甲都拉了 印度斯坦這邊暫時是以 弩兵為主哦 不過看起來馬舊也在拉了 造了一個馬舊 然後再拉駱駝騎吧 OK 不一定是一個馬舊 他把他蓋了幾個馬舊 一個而已吧 目前 印度斯坦蓋了一個 開始升駱駝騎 前面這裡看一下 弩兵已經壓到邊界了 那條盾這邊不太敢 現在就直接壓上去 因為騎士數量其實還不多 太貿然的壓上去 騎士很貴 如果死太快的話 會輸給對手的 所以條盾這邊也是在 累積自己的軍力 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 才會衝上去哦 這邊有幾隻 八隻的騎士 然後 印度斯坦這裡有大量的 弩兵 甚至駱駝也拉到前線了 駱駝齁 以一擋十對不對 曾經有這個偉人告訴過我 駱駝打騎士 人擋殺人 駝擋殺駝 馬過來這個駱駝是直接把他屌打的 並沒有 駱駝騎的最大好處就是資源交換比 會贏對方 可是 印度斯坦這邊沒有拉品種 他的駱駝騎會 矮人一截哦 那品種少了二十點血 那駱駝騎才一百血 呃 條盾這裡已經累積了十二隻騎士了 這邊防慢慢的要突破的感覺 條盾這邊等不下去了 要直接往前衝 但這些騎士 其實不要小看這些騎士 這個數量還是蠻多的哦 這邊印度斯坦也在做操作 駱駝圍上自己的 母兵保護一下 條盾這邊圍上去 少了耕種技術 但以數量壓制的情況下 目前 母兵還是可以稍微的做拉打 畢竟 條盾的 進防被加成 但遠防可沒有 呃 努兵還是可以打出一些傷害的 但這裡沒有集中點殺 騎士的情況下 而且數量不夠多 這裡保護不了努兵 直接一波被 條盾的騎士給抓爆 那就是二代你玩 小公戰術之後 如果 沒辦法保護小公 對手出騎士一波 不然你擋不下來 就全部會全奸哦 全部的 母兵就會直接 蒸發掉 不過印度斯坦這邊已經開到3TC了 這意味著印度斯坦這裡的 軍事單位其實會比較偏少 印度斯坦這邊只剩9個軍事單位 而且開始轉馬攻 現在才拉品種 我覺得剛剛多拉點品種的話 應該騎士可以再殺更多一點 駱駝騎可以坦更久 因為你少那20點血 這個駱駝的交換比就會更差 駱駝打騎士當然是比較痛 但也沒痛到說 那個20點血沒有差 像這裡 條盾騎士這裡 總和血量這邊都幫你算好了 六百 六百多血 這邊 進來砍之後 印度斯坦不拉村民也不行 那村民 好的好 散的散 而且二代非常的難把牆給封好 這些牆你木材拉 砍一砍之後有時候就會破洞 你看這邊還是 稍微的蓋了一下 但是還是可能會破洞 條盾雖然沒有耕種技術 但這些騎士 也是挺多的 通常就是直接放進來 然後讓他自己A就好了 但你有操作力的話 還是可以進來把這個騎士稍微點一下 讓他專注去殺對手的經濟 這一波進來條盾目前已經殺了13村了 村民數59對76 這裏條盾村民是76的 遙遙領先 印度斯坦雖然有3TC 但是他食物其實這時候進帳好像不是太優秀 他必須要報軍事單位 又要報村民 那還好啦 因為這個馬弓 報馬弓應該還行 這支援影響不是太大 那主要還是他村民不要再斷 現在TC閒置的時間 印度斯坦這邊是有3分鐘 而且被殺了這麼多村民的情況下 經濟會稍微比較悄慘一點 現在印度斯坦是靠馬弓在防守 這裏還堅守崗位 條盾騎士暫時沒什麼反應 但在這麼衝下去 條盾騎士他的騎士還是會 死傷有點重 再這樣換下去也不太好 回去重整一下部隊吧 馬弓累積到一個數量之後 其實騎士也很難追 像這種塞窄口 很麻煩喔 馬弓相當的好操作啊 你要直接硬衝也不是一個 可行的手段 歐得說 條盾應該還是以騎士在出為主 這邊騎士還是一直在爆 現在場上有十隻騎士 軍事單位兩邊是差不多 不過軍隊的質量看起來 應該還是會條盾比較高一點 印度斯坦還是只有馬弓而已 馬弓就是要慢慢堆數量 不能急遇的去 想用馬弓直接把這個騎士給射封 好困難 攻擊力還是沒有那麼低的 騎士拉到了印度斯坦的師任中心底下 這裡的村民又再次了一波逃命 條盾已經殺了十八到 已經十九村的擊殺了 這邊還在繼續提升他的擊殺數 二十殺村民 前面趕快補牆地了 但來不及 條盾的騎士又再次的衝了進來 現在在印度斯坦的主場 這些馬弓站在高地上射擊 其實還是挺爽的 路路斯坦這些馬弓 這裡輸出 挺開心的 而且又可以保存自己的戰力 已經累積到十五隻的馬弓了 那條盾這邊是把握機會 反正我打不贏馬弓 進來先砍村民就好了 炸了二十八村 七十四村對九十九村 條盾這邊有一個絕對的經濟優勢 甚至 手推車都拉上去了 現在條盾的村民移動速度 又再次的提升 以為者經濟的採集也會跟著提升 那後方的騎士其實也是沒有在斷 看到條盾的騎士後方是一直補進來 去干擾印度斯坦的經濟 那這個打法就很明顯啦 你在玩的時候 二代經常就是這樣去跟對方換經濟的 反正你說我死單位會怎麼樣嗎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我進去只要有殺到你村民 我干擾你的經濟 我只要確保我的經濟是蓬勃發展的 那長久打下來 還是會比較優勢啦 尤其現在村民宿你看這邊兩邊 107對79的村 就會有落差 不過條盾這邊還是選擇繼續做進攻 沒有打算要退讓的意思 他這樣子印度斯坦的馬公 目前也有16隻囉 而且壓在市政中心底下 條盾騎士 條盾的騎士 還是死蠻快的 下方還有一些駱駝在防守 而且已經研發完品種了 這些駱駝打騎兵呢 有9點的加成 也就是有15點的傷害 很高的啊 所以等於說 這個駱駝跟騎士互砍 當然他加9點傷害 你還要扣掉騎士本身自己 就有像條盾嘛 5點的進防 那15點傷害 其實打下去就10點傷害 騎士11點血 都打在駱駝身上咧 駱駝這邊就有一點進防 所以兩邊騎士互砍的 傷害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 資源上駱駝還是比較便宜 所以駱駝換起來比較 比較愜意一點 分數兩邊沒有差到太遠 這個時間點 你看印度斯坦其實還有 19隻馬弓 操作性非常可以哦 你看 到這個數量了 回升 點 那你要點對單位 也不太容易 對不對 好 馬弓 馬弓累計到這個數量 條盾是不是打算要先做一下 防守呢 因為他已經在點帝王時代囉 資源已經夠帝王時代了 那邊駱駝加馬弓要反殺 條盾這邊騎士數量其實有點危險 尤其現在駱駝已經有品種的加持了 作戰能力跟騎士其實是相當的哦 那後面加上馬弓這個輸出 條盾這前面的部隊應該不夠扛 馬弓在後面做足的輸出 幫自己的駱駝 這個駱駝犧牲的非常有價值 現在要一波突入 條盾的經濟區了 但這村民的差距應該還是有存在的啊 條盾拉到了一百二十幾村了 一樣老問題啊 這個村民差不多一百二十村 帝王時代就可以 稍微停停哦 停停緩緩的 有一些那種經濟型選手的 那個村民真的後期造的超級多 造到那個一百五十幾村 然後軍事單位只有五十幾個 然後最後那個資源塔滿手造不出來 記得還是要把你的村民給滴掉 欸 條盾這裡的村民其實也是在往 更高的數量去成長的 OK 看一下哦 二十五隻馬公印度斯坦 然後也在點帝王時代了 拇指環也在研發 踩石技術 剩十秒左右 條盾就要升帝王時代了 條盾現在是 條盾現在是用自己的血量去爭取時間 登到帝王時代 第一個點下的當然是重裝棋哦 你是先點重裝棋 先確保自己的續戰力可以 然後再拉下 三甲 然後這邊要拉三甲 讓自己的遠方 到五點 這裡馬公會更難打哦 而且馬公現在沒有到帝王時代 還不能升重裝嘛 戰力上就還是有差 不過這個時間點 條盾的騎士還沒有升上去 兩邊的血量這個差距 如果停下來跟條盾騎士正面扛的話 不是太妙 還是要操作一下哦 騎士輸出有點爽啊 金豬斯坦後方緊急搶修一個城堡 要守在前線 OK NICE 緊急拉起來還行 馬公退守防禦 城堡底下騎士這樣一打 應該也不是太划算 而且超痛 城堡直接駐紮十五個馬公進去 射死兩隻 重裝騎哦 重裝騎就再多二十點血嘛 那當然攻擊力也再多兩點 這邊都有顯示 一百四十血 像這一坨騎 這一坨重裝騎就高達兩千六百六十的血了 馬公就一千五而已 化學拉下去 再加馬公的攻擊力 條盾下方做一波迂迴 欸 當然印度斯坦這邊的哨戰應該是看到情報了 完成的時間非常及時 兩邊也都是4TC 非常的正確哦 你不要去管對手的馬公啊 管對手馬公你是打不贏的 把對方經濟打爆就對了 殺了六十一村的你看 老盾這邊殺了六十一村哦 村民果然還是爆到一百五十幾了 一百五十幾的村民 然後對對手一百 那當然啦 因為條盾現在還沒有滿人口 所以沒什麼差 你當然還是可以以這個村民為主 因為他是出一大堆這個 騎士單位嘛 阿你騎士單位 本來就比較精銳 出不了那麼多 你又死了很快 所以進來跟對方應換 戰損比 那當然 他現在沒有滿人口 村民你要多 就沒什麼意見 反正你只要不要有太多閒置的村民 就沒什麼問題 啊 家裡的村民 多少還是會閒置啊 這是二代 好奇的經濟調配也是 操作耗得要死要活的 遊俠完成 來看一下 血量一百八喔 原本一百四嘛 你看遊俠身上去多多少血 一百八 多四十滴血 遠房 遠房再多一點 這邊七點的遠房 這個續戰力非常的噁心 這一坨遊俠 高達四千五百的總血量 這群馬弓是殺一半而已啊 一半的血量而已 而且這台是重中馬 打一下四點血 啊 遠房七點嘛 啊 馬弓的話 七加四 你打下去只扣遊俠四點血 甚至現在 條盾前線也造了兩台巨頭 要準備拆掉這個 印度斯坦的城堡了 三台的 巨頭 可惜這些不是蒙古土旗 所以打 巨頭是沒有加成的 這三台圍毆這個城堡 遊俠應該會硬上啊 這村民要修真假的 再拉幾隻遊俠過來殺維修的村民就可以了 直接把馬弓給壓回去 這裡塞窄口我覺得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村民擊殺也要擺村斬嘍 然後被包圍了 這馬弓可能會死光 我得說這馬弓會死光 血量差太多了 遊俠還是精銳啊 這一波馬弓吃完 印度斯坦還想打 利用這個城堡位移速 城堡轉移大法 進城堡之後再從另外一邊出來 這城堡還在搶修 準備一百村擊殺百人斬 一百零三殺 而且下面這邊其實還是有遊俠在這邊干擾的 正面的話已經也扛不太住了 三台巨頭把印度斯坦的城堡給直接咬掉 這裡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防禦建築了 這時候被攻進家裡 而且調整後方的 遊俠一直沒斷過 調整的經濟也非常好 一百六十村 這植物木頭都非常多 可以拿去賣更多的黃金 你看這邊都在做市集的交易 反正資源夠多嘛 就一直抱單位就對了 遊俠瘋狂的走 直接壓進印度斯坦經濟區 這農田應該保護不了了 就是馬弓射起來非常的無力 雖然這些遊俠都殘血了 但不要忘記了 調整後方還有第二波呢 這先鋒隊進去只要有殺到東西就已經賺了 這村名稱多少 印度斯坦八十二村 調整一百四十九村 而且調整這一百四十九村 是不是 他應該沒有滴掉了 沒有滴掉 GG 這場比賽 好了看到這邊 記得喜歡二代的 難得又回來做一場 那我也不知道下次做什麼時候 今天就突然心血來一草 想做一場 喜歡就記得點贊支持吧 你可以超級留言鼓勵一下 那這場比賽 條頓 一樣是用這個遊俠 結束的這場比賽啊 一百七十一 總共造一百七十一隻騎士單位 我是一百七十一隻遊俠 因為那個後面才研發的 這場比賽 升了一百七十一個騎士單位 然後 嗯 印度斯坦是生七十八個馬公 統計資料來看一下吧 那個系統還是可以看一下統計資料的 經濟部分 你看他條頓哦 條頓經濟超好的 他食物跟田跟的很爽 所以為什麼我說那個條頓的食物經濟 其實挺不錯的 啊當然了一部分是因為 印度斯坦的村民被殺爆嗎 那沒什麼好講的 不過條頓因為食物 農田真的便宜 也很容易跟的 可以跟大片 所以條頓其實是這個部分還算蠻強的 那再看到一下擊殺數吧 前陣子講到那個波斯星的陣營特性嗎 不是打單位可以 欸 騎兵單位打死軍事單位加五黃金嗎 你看一下這整場哦 條頓殺了兩百五十一的擊殺 那你就拿多少黃金 就 一千兩百五左右的黃金吧 你說這會真的多到哪去嗎 你看一下 這一場比賽兩邊多花了多少黃金 條頓這邊採了一萬八的黃金 印度斯坦被壓著打也有一萬一的黃金 你多那一千的黃金 你覺得你真的有辦法逆轉手嗎 當然會有優勢 但真的不用太過擔心波斯那個 這個 就是打 打 打軍事單位會拿黃金的科技會有多強 就是特性有多強 就是特性有多強 好啦 今天的比賽 就跟各位 帶到這裡吧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的期待有緣 DD52的比賽再重塑江湖吧 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